我不知道为什么阿鲁星又多送了我100万 总共我这两周呢收到了300万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UP主的频道 那么呢这次呢给大家带来是最新的无限经验值的方法啊 只需要两个人合作 不需要三个人了 你可以看到我给群主啊 抓到的400集也是非常快的速度 好的首先呢我们要在线上啊 确认自己的最后产生地呢为随机 然后风格呢保存了好几套的服装 接下来回到故事模式的富然克林啊 确认一下自动储存的功能是关闭的 顺便手动存单一次 好的接下来切换我麦克麦克的成功率会高很多 然后呢使用密集rbbrt左右左右左右来触发一级警星 当警察快靠近你的时候 你就按住菜单键不放啊 当你举起手的瞬间呢 松开菜单键啊 就可以进入到线上菜单了 好接下来你就可以断网了 我是觉得把网线会更好一些 因为断信重连的速度太快了 你会来不及的 所以说把网线还是好一些 那么呢接下来呢 你就通过实际键的选择到选择角色这个地方 好当你插上网线之后 你就可以疯狂的连点A了不要停啊 然后呢他就会转到另外一个新的警告 也就是当你插上网线的时候 他会从这个界面的瞬间转到这个界面 而你呢也瞬间的点下了选择角色 然后就黑屏了 好接下来也通过xbox菜单 加入正在当人战局里面的跳赏活动 正在跳赏的朋友 好了当你点击加入游戏之后呢 他就会返回游戏啊 接下来你要数个10秒到12秒 你得在叫警察之前呢 就告诉朋友呢 开始跳赏了开始滑翔了 当你数到第10秒就点击继续 然后他还会闪现一个警告 然后还会再黑屏一次 黑屏之后呢 还会出现一个新的警告 这个时候再点击继续 然后呢待会呢 他还会出现一个新的警告 提示你要加入的战局人数1嘛 接下来叫你的朋友呢 退出跳赏 然后呢通过线上菜单的制作器啊 进入到警线邀请战局 然后再开个泰坦的菜式 在大厅待命 但你的朋友呢 已经成功进入了警线邀请战局的泰坦大厅 然后呢你就可以点击继续 接下来立马通过xbox菜单 加入朋友的泰坦大厅 然后还会出现一个新的警告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管 让他自己消失掉就好 好现在立马打开xbox菜单 通过设定网络设定啊 测试下Net类型 每次测试4秒 就是让他转4个圈 转往4个圈之后 就我立马返回游戏 这个建议的话 30秒测试一次 每次测试4秒 记住一定要这么做 根据网络情况的不同 有时候你要测试2次 有时候要测试4次才能进入到游戏 那么呢 我这是非常幸运 测试了2次之后呢 右下角的那个提示就没有了 也就是当正在加入GTA线上模式 这个提示消失了之后呢 就意味着你马上就要落地了啊 已经找到战局了 好 接下来在你即将落地的瞬间呢 疯狂点点A 然后就会接受一个提示啊 这个提示呢 是加入泰坦大厅的提示 好 当你成功了加入泰坦大厅了之后呢 你就让你的朋友呢 退出泰坦大厅 然后呢 重新开一个泰坦的猜试 让他进入到新的泰坦的大厅之后呢 你让他做好邀请我的准备 好 接下来我点A开学任务读字进行猜试 然后让他立马邀请我 我立马接受这个邀请 当你接受邀请了之后呢 稍等一下 他会转到另外一个警告 好 接下来那年的朋友呢 立马退 赶紧退泰坦大厅 然后在地图上不要动 待着不要动就好了 接下来呢 倒数三秒 然后再点击继续啊 然后这个时候 他还会提示一个新的警告 然后呢 你再倒数三秒 三二一继续 好 接下来他会短暂的回到地图上 然后再回到天上啊 这个过程稍微长一点 所以说我刚就加速了拉断视频 那么呢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在静止的画面 对吧 这个稍等一下 当画面动了起来之后呢 你倒数三秒 然后再测试一下那的类型 也就是跟刚刚一样 每隔三十秒测试一次 每次测试四秒 也就是让他转四个圈 还有如果你注意到画面变天气了 这是个好迹象啊 这就意味着你马上就要成功了 很快就要成功了 但右下角的在路中消失了之后 这就意味着马上就要回到地图上了 哎 成功回到地图上 然后现在我们打开玩家互动选择 确认一下是不是双重菜单 由于呢 我们这个bug呢 是把信上和信下混合起来 也就是你同时在玩故事模式和信上模式 所以说菜单是双重的 好 接下来你来到这边 同时呢 教练的朋友呢 退出谨性邀请战局 回到大人战局的RU星制作的 跳伞活动的大厅里面 好 我们来到了这里 准备吃了它 接下来打开菜单 通过好友列表 加入那位大人战局的朋友 在这里稍等一下 会出现一个新的提示 当出现新的提示 按着十字键右键不放 然后注意听音效 当出现这个提示的时候 你倒数五秒 然后再点击继续 一定要倒数五秒 再点击继续哦 那么呢 接下来会回到地图上 现在视角会变得很奇怪 没有关系 打开菜单 线上猜试 进行RU星制作的泰坦猜试 然后呢 再退出大厅就好了 那么呢 接下来会回到地图上 视角会变得正常 好现在我们打开菜单 你会发现不是双重的了 然后呢 买个弹药看一下 发现不扣钱 那么呢 这个bug就卡成功了 冻结金钱就卡成功了 那么呢 刷经验的地方呢 up主有好几个啊 那么呢 今天演示的是其中一个 就是在码头摩天轮这里啊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张卡牌 对不对 这个卡牌是可以重复收集的 这就是这个bug的意义所在啊 一张卡牌可以重复收集刷经验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要到摩天轮下面这里 还有个手办玩偶是可以收集的 那么呢 这两个地方靠得比较近 那么呢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升级上的多快 对不对 当然呢 等级越高的话 所需的经验值越多啊 你可以看到up主上期的视频呢 帮朋友说啊 刷到了100集啊 只花了10分钟的时间 还是很快的 对吧 那么呢 当你收集完这两个东西之后怎么办 大概菜单 线上 财势 进行财势 二楼新制作 对战 拒绝冷库2 这个财势是可以收藏的 所以说你后面可以通过 以收藏的财势快速来刷 这个时候在大厅返回就好了 当你能回到地图上 你会发现这些卡牌啊 这些玩偶尔还在啊 又可以重复刷等级了 这就是从这收藏品了 那么呢 当你刷完经验值了之后 就比如说我刷到了400集之后 该怎么保存呢 首先呢 打开玩家互动选择 选择自杀 当你重生了之后呢 再捏雷自杀一次 接下来触发二级锦星 然后想办法逃脱 不要打电话给莱斯特消新 要你自己想办法脱身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 当你成功消新了之后 会给经验值的 这就保存成功了 接下来你还要完全保存一次 就是打开玩家互动选择 选择风格套装 切换一个套装 然后再返回就会发现 屏幕右下角呢 有橙色的圈圈在撞 这就表明已经在保存了 这虽然是算中菜单 但是实际上你选择的 还是线上菜单 我截图给你们看 好 最后呢 我们退出这个bug模式啊 通过线上菜单的制作器 寻找新的战局 当你回到了正常的战局 你会发现等级已经保存下来的 这就成功了 是不是很开心 400集就这么保存下来了 那么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 加个订阅 获取最新的GTA线上攻略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